阿~~羅哈 的前面喵咪 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九點話一樣是我們的隨便好隨便好環節喔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對景的話啊 私底下一直在刷我們這邊的這個.. 就是..這個時空鏡頭的這個關卡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你面蛇瓶是滿喜歡刷這個自重沒有電折 因為這關的話基本上會算是比較好打一點點啦 就是你只要就是.. 欸..能夠.. 欸..把那個什麼 鋼鐵爺引過來之後 然後用美女神來做一波就是那個.. 遠距離輸出的話呢 就可以打出比較快的這個..成績 那你們會比較喜歡刷哪一個關卡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然後今天主要來說是想要問大家就是 大家這個.. 砲塔的這個什麼啊 砲塔這邊的這個視頻來說的話 你們會優先先提升哪一個呢 喔就是.. 因為它裡面的話視頻都會有相對應的一些 就是能力上的一個不同 比如說.. 欸..你就是可以讓.. 就是.. 跳舞點打你啊 然後就是傷害比較少或什麼之類的 那你們會優先先選擇哪一個呢 還是你們是看你們就是目前來說 是比較需要哪一個的這個什麼 哪一個的那個是不是.. 我們這邊的關卡需要的是 哪一個屬性的這個加成才去點它嗎 你們就可以分享給這邊知道喔 反正現在來說真的是.. 每天都在刷這個喔 因為你刷這個關卡的話 有機會獲得就是我們那個.. 完美的地圖啦 那完美的地圖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就是.. 欸..來做一波我們就是那個.. 有沒有.. Source的這個刷刷喔 所以就是一個正向的循環了 我們就是.. 瘋狂的一直打啊 猛打啊 然後就是.. 開打開打 然後有這個.. 強烈的這個不一樣的地圖的話 就給它弄起來這樣的感覺喔 好 那美女神比較尷尬就是 如果這邊前面沒有卡的這個鋼鐵敵人的話 它基本上是射不到這個寄居蟹 因為寄居蟹基本上第二下的攻擊 是會直接把美女神給打飛的喔 但是我們只要留幾隻鋼鐵敵人過來 然後用美女神這個遠攻距的這個.. 卡位線 就是因為.. 你每一個角色的攻擊 它都有一定的觸發範圍吧 讓鋼鐵敵人進來之後的話 我們美女神的這個.. 美麗的聖結攻聖啊 它是可以直接射到就是.. 後面去的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那最近都還是會繼續刷我們的這個素材關卡喔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 大家會比較優先推薦 哪一個我們這邊的這個裝飾品呢 那.. 因為我們在.. 用加碼多多的時候啊 你是必須一直去.. 探索 然後它才有可能會就是.. 有新的夥伴加入我們這邊的這個.. 製造塔的這個部隊 那因為我們在.. 就是.. 來強化我們這邊的任何這個.. 素材的時候啊 都是必須就是.. 要消耗我們這邊的這個.. 人.. 這什麼.. 貓咪的喔 比較麻煩 那.. 低速砲這邊的這個素材的話 基本上它是.. 能夠減輕來自飄伏敵人這邊的這個傷害喔 那.. 你們會優先先用這個飄伏敵人傷害的這個.. 基底呢 還是它第二個這個門牌是.. 效果是能夠減輕敵人 給予了這個動作變慢的防礙效果 然後在最後面的這個貓塔 就是能夠就是.. 直接打出一個緩速光線 所以它是能夠減輕就是緩速效果 然後跟就是.. 簡直來自飄伏敵人這個傷害的 那.. 你們會優先選擇哪一個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它其實需要的素材量好像也不是說很多 反而是覺得它需要的這個助手貓貓會超多耶 你看 它需要兩個才可以就是.. 做一個開發耶 滿麻煩的 再來是我們這個鐵匹炮的基底 效果是能夠減輕來自黑色敵人的傷害喔 所以鐵匹炮的話是黑色敵人的 然後這邊它的裝飾的話是.. 減輕敵人的波動攻擊傷害 所以它如果五尾熊那些的話 有波動攻擊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升級一下這個.. 鐵匹炮的裝飾來讓就是.. 對面打我們的這個波動傷害就是比較小一點點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一些能夠抗波動的角色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鐵匹炮的話就是那個有沒有 然後升一個盾牌出來的這種概念 那下一個是我們這邊的閃電砲 那閃電砲的基底的話 效果是能夠減輕來自天使敵人的傷害 然後第二個的話這邊是我們的這個.. 閃電砲的裝飾 效果是能夠減輕敵人給予的動作停止的妨礙效果喔 所以這邊這一次的話 這幾個裝飾品都有它的相對應的一些.. 就是..對應的能力 那就是.. 其實我覺得都很重要耶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優先先升什麼 但是最麻煩的就是我們這邊的駐守貓 很有可能會不足 所以.. 盡可能就是要在前面這邊趕快就是.. 讓加瑪多更長出去 然後.. 累積新隊員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補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製造的這個夥伴了喔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水猴砲的話這邊是這個 水猴砲的基底 效果是能夠減輕來自紅色敵人的傷害喔 然後第二的話是這個水猴砲的裝飾 效果是能夠減輕敵人的這個烈波攻擊式的傷害 所以一個是波動 一個是烈波這樣的感覺 我就看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天使砲 天使砲的基底的話是那個 減輕來自不死生物的這個傷害喔 所以.. 就是原本那個就是.. 打怪的這個敵人的這個攻擊 打到這個砲的話 應該就是會有那個.. 攻擊力的減少 那你自己的這個貓咪塔的這個血量 不會減少的太快的這種概念 感覺啦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天使砲的這個裝飾 效果是能夠減輕給予敵人的攻擊力下降的 這個妨礙效果 這是攻擊力下降的喔 感覺目前來說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應該是比較想要減輕就是那個.. 不死敵人的吧 因為不死敵人這邊的話 這個傷害確實可能是比較麻煩的 而且他們很常會裝地板過來啦 所以我應該可能優先會選擇這個 開發天使砲的基底吧 減輕一下 然後再來是斬盾砲 斬盾砲這邊的話是這個 效果是能夠減輕異星戰士 斬盾砲是異星戰士喔 剛好啊 因為未來篇的話也是蠻需要就是那個.. 斬盾砲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破壞就是我們那個.. 異星的那個盾牌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改造斬盾砲的這個裝飾 效果是能夠減輕受到.. 喔 毒擊攻擊這個好像還蠻不錯的耶 而且重點是因為他們這一次有這個效果之後的話 就會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你可以用其他的基底 然後搭配這個的這個裝飾品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 如果我們的這個不死敵人啦 不死生物的這個基底 再搭配我們這邊的這個.. 斬盾砲的這個裝飾 就會變成就是.. 不死敵人打你的塔 會打比較少.. 草地的傷害 然後你再裝上這個斬盾砲的裝飾的話 毒擊攻擊 這個貓咪應該就可以就是在.. 再減少這個.. 效果這樣子喔 然後再來是詛咒砲 詛咒砲的基底還蠻帥的耶 說真的 效果是能夠減輕來自古代種的這個傷害 然後再來是這個裝飾的話是.. 效果是能夠減輕敵人給予的這個古代詛咒 防礙效果的這個效果喔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應該目前來說會.. 比較想要開發這個.. 詛咒砲的基座 跟就是那個.. 天使砲的這個不死敵人的基座 但基本上應該就是每一個都要來開發啦 每一個應該都要來開發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先來開發一下.. 這個好了 因為他需要24小時的時間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往上升的耶 這應該是升一個就可以了吧 來看一下 這樣我們基本上就是打不死敵人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用他來做一點事情喔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一直往上累積還幹嘛的耶 有可能是只會弄一點點喔 所以私底下目前來說的話 哲明都在努力的一直打我們這個.. 素材關卡啦 那素材關卡這邊打完之後的話 你是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這個.. 獵人地圖之類的東西 就還蠻舒服的 這就是一個正向的循環啦 因為我們不最近的話 也是還蠻缺一些就是我們那個.. 受死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去刷一下就是我們那邊的這個.. 建造這個砲塔基座的這邊的這個素材 然後打完之後的話 你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這邊的這個獵人地圖 你就可以拿到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獸死喔 那這次哲明先升的就是我們這個天使的基座 來抵擋我們這個不死生物 那你們優先升的是哪一個呢 可以在這邊分享一下了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走起 這關就是我們那個恐怖的寄居蟹喔 跟我們剛剛打法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盡可能要用一隻角色來.. 就是讓我們這美女神有機會射到就是後面的寄居蟹 射到之後就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喔 好 這邊射到 喔 沒有射到欸 居然 開扁 啊 完了 開射開射 然後這個 這寄居蟹的這個範圍真的是太遠了 這沒有很舒服 然後美女神的這個距離是會被就是 寄居蟹打到的喔 然後打到之後的話你就很難就是 再給他就是存活了這樣子 這手的..第二發的這個手的這個距離真的太長了喔 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那碎石的話基本上目前來說 再刷個幾天應該就可以讓我們就是那個 巴比貓塔直接給他進化了 應該是沒啥問題的 然後就是努力的刷一下我們就是那個基底的素材 我剛剛看了一下基本上24小時能夠見到成功的話 那應該有可能就只會升級一次 就是那個我們那邊的那個砲塔 應該只要就是強化一次就ok了 所以就是盡可能趕快打點素材 然後把他們就是那個砲塔的這個裝飾啊 跟基底弄起來的話 應該就可以喔 就是各種切換了喔 那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他有做這個砲塔一些強化的話 就代表就是之後的關卡 應該也有可能 maybe或許就是 難度應該真的就是要再調整喔 就是一定會比我們現在打的關卡要再難一點點 所以是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就是趕快打到這個真傳奇後面的這個東西 你才可以玩到一些後面的一些就是效果跟能力喔 所以貓戰的話 每一個時期都有該做的事情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就是貓戰很好玩的地方 因為你換做層次其他遊戲的話就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可是你玩陸坑的話 你現在就是要玩新的Meta喔 但是貓咪大戰爭他其實沒有什麼Meta 新Meta什麼可言 他就是你只要能夠把關卡打贏就是好關卡這種感覺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那個啦 就是比較不會就是 一定要抽到什麼現在最新的貓貓 你才可以玩這個遊戲啊 然後怎麼樣之類的 就是無時無刻就是其實從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以前做過的事情啊 就是新的就是應該說什麼 現在新手做過的事情對不對 我們以前也做過喔 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就是會有滿滿的大家這個回憶的那種感覺喔 這也這也比較好一點點啦 因為你就不用擔心就是每一個Meta了 因為哲民玩過滿多遊戲大家也看到 就是其他遊戲的話有一些就是 你必須要就是抓到就是這個系列的Meta 你才可以就是打贏一些東西喔 那貓咪大戰的話他就是不太需要這個地方 因為你必須就是要先把前面東西玩過一遍之後 就是全部玩完之後 你才可以就是 打到後面的這個Meta的東西 所以就是循序最近一步一步來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砲塔的部分啦 那這一次的話哲民有先去開發了我們這邊的這個天使炮的這個基座 喔 那你們第一個選擇這個升級的這個 就是飾品跟基座是哪一個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囉 那我們進去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